货金 要继续量 好让你继续量 还好 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在于这个芦衣管旁乳腺 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大宗 但它最主要就是跟这个抽烟 应该是最有关系啦 如果说一而在有三人互发 是建議要把這些不健康的這些腺體組織又把它切除啦 那有大概有一半的患者會再復發啦 那基本上還是建議要戒菸啦 那戒菸就是不管是二手菸或三手菸 其實都是建議要 建議還是不要 不要吸這樣子 差不多不好 根治啦 另外是一位30歲的女...32歲的女性 她來的時候是因為那個乳房 她右邊的乳房 靠近乳菸那個部分 紅腫熱痛啊 然後好幾天了 那一來的時候我看 看起來就比較像是單純的乳腺 然後河併那個乳房有濃癢 那就先幫她掃超然波 可以看到她超然波 其實那一包濃還蠻大包的 大概4點多公分 那接著就在整間 先幫她把那些農汁先把它弄出來 那可以看到 它這個裡面幾乎都跟那個綠豆沙那個顏色一樣 那有時候有一個腫瘤 我們還是會懷疑會不會是有 乳房惡性腫瘤可能 不過我看到這個農師出來 我大概是讓心裡有個底 她應該比較像是單純的 的那個乳房農癢 那單天就讓她進開套房 去做青創 那青創也當然也會送一些 一些廚師去做病理切片 那病理切片並沒有看到惡性的細胞 就單純只有乳房 發炎跟乳房農癢這樣子 那就經過 換藥啦 那抗素治療 那後來傷口噴起來 那 基本上 回來悶症最終 但是上次傷口都OK啦 其實乳腺炎就是指 乳腺組織的發炎 它可能會伴隨感染 或沒有伴隨感染 那一般的話 乳腺炎會把它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 蜜乳型的乳腺炎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非蜜乳期產生的那種乳腺炎 那 一般 蜜乳期的乳腺炎 主要就是因為 這個乳汁造成那個乳管阻塞 或是說 小孩子在 在那個吸 吸這個乳汁的時候 去傷到乳頭 造成那個乳頭的阻傷 然後造成那個阻塞 那非蜜乳型的乳腺炎 可以分成 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在 這個乳管旁的乳腺炎 這一種是 比較大宗 那另外一種就是 那一種 特巴肉雅腫腺炎 特巴肉雅腫腺炎 最主要就是跟 比如說跟結合菌 或是跟 異物之前有那種 異物在裡面造成一個 異物反應 或是說 字體免疫有關係 那 它的治療跟 這個 乳管旁的乳腺炎的治療 其實大致上是類似 只不過它因為 自體免疫成分比較高 所以說 除了抗治治療之外 其他 比如說要用到類固醇 甚至用到免疫意識器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做根治這樣子 我 也不喜歡 也不喜歡 我 妳 我 妳 我 妳 妳 我 妳 妳 妳 感谢观看